不少人都有收藏藝術品的習慣 但要將它們在家裡擺出來之餘 又不會跟身外設計格格不入 就很考設計師的心思 今集介紹的單位 設計師就在顏色方面著手 打造一個差不多全白的空間 利身多護主的收藏 我們一起看看 白色給人簡單潔淨的感覺 相對容易駕馭和配搭 當用在身外設計時 可以製造明亮、空間闊落的效果 至於這個單位 之所以用上大量白色 其中一個考慮是出於護主的喜好 她本身有收藏一些畫作的習慣 或者一些藝術品的習慣 我們一開始時 已經需要將這件事放在設計中 所以在設計上 我們儘量做到它比較簡約 不希望長身做一些很特別的顏色 令畫作相對來說沒有那麼明顯 望著你 護主意外藝術 為了能夠展示多年來的收藏 就將單位變成一個展示空間 像一幅白刊布一樣 掛上不同的藝術品 於是設計師 大刀阔斧 将单位墙身、天花、柜 以至部分的家具都用上白色 由任门口一刻开始 大门旁边的墙身 一路走到睡房区的走廊 都铺上了白色的维生板 维生板将厨房、客廁 和三间房的门口隐藏 变成一大片留白空间之后 视觉焦点就轻易地 落到这个木盒形的艺术品上 我们考虑摆放画作的位置 除了它最重要的一个比例 那边的位置可能会比较空蕩 我们建议在那边放一幅 比较立体的画作 也可以平衡视觉效果 或者有更多层次感 例如钢琴位或小朋友房 我们建议放一些小的画 由于这边的空间 以至贴墙的跪身 已经用了大量的维生板设计 所以设计师就在剩余的位置 用上其他的色面料 并且适当地加入一些颜色 令到空间感觉无感单调 因为一间屋里面 如果用太多的白色维生板 其实感觉上可能会太过冰冷 很多时候我们都建议 互主要拿回平衡 例如他很喜欢简弱的风格 其实有某部分地方 我建议用牆纸或鱼胶漆 去平衡冰冷的感觉 牆纸是灰色的 也会比较容易跟地下的木色 或者是长生的白色 以至其他颜色去配搭 户主一间屋口 在这间屋已经住了一段时间 这次除了帮家人换新装之外 也希望可以重新调配 L型客饭厅的空间布局 很多时候这个职 户主都喜欢把饭厅放在窗外面 但我们在跟户主谈职的时候 也希望饭厅放在近厨房的位置 令生活动线可以明显一些 或者暢上一些 至于在客厅的布局上 我们希望用大一点的范围 或者令客厅可以看得空间感大一点 我们就放在靠窗的位置 同一时间 靠窗的边也会有一个户位 也可以利用那个位置 立入为客厅的一部分 亦对彩光度也会更加好 重新规划之后 白中大灰的客厅成长形布局 空间感十足 但计刑师说 如果在家私摆位上不花心思 或者会浪费了这个阔落的空间 因为可能传统的摆法 梳化都可能靠墙 例如电视台另一边墙 因为它的厅比较长一点 我们也特意建议护主 选择一些比较特别的梳化 令到可能小朋友 都会在客厅里玩的时候 他也可以在梳化两边坐 用整个客厅比较长一点的空间 单位其中一个卖点就是可以居高临下 俯视钟半山 设计师于是将全白色的大柜 都做靠墙的设计 尽量不遮挡这个开扬的景观 Lavio,你在这里也做了一个 很大型的储物柜 其实是否护主也要求要多些的储物空间 护主也希望有尽量多的储物空间 第二,因为护主也比较少看电视 他平时不看的时候 也希望可以藏在櫃里面 我们也在电视机的位置 做了一组特别的双烫门的设计 平时把它关上的时候 其实它就像一个柜或长生 让整体的效果都可以干净一点 但有需要的时候 也可以打开来用电视的作用 雇主有三位小朋友 年纪比较小的两位 躺在同一间房间 为了令他们有更多地方活动 设计师轻微地改动了房间间隔 佔用了隔壁房少少面积 房间继续以白色为主吊 上下隔床旁边的墙身 贴了不同颜色的墙纸 区分子女各自的空间 床头的衣柜就这样看 体积不大 但其实设计和一般衣柜不同 能够一次过满足两位小朋友的衣物量 床头的位置 它的深度其实也有三尺寸 比一般衣柜可能两尺寸 再深度一尺 为了可以尽用空间 我们也做了一个躺拉的衣柜 令它可以用尽雷命正如的空间 这间房暂时没有挂画 反而做了一块滑光的磁石白板 被户主和小朋友互动 滑光的效果 令原本白色一片的墙身 增加一些层次感 旁边的大女房 颜色就相对比较多 除了在床尾掛了彩色画之外 床头柜也加入了女女喜欢的粉蓝色 因为改动了间隔之后 另外大女房的空间正如位置 也不太多 我们需要考虑储物量的需求 所以床头位置我们也做了一组大跪 希望可以补充 因为改了间隔的储物空间 也在窗头位置加建了一个窗台书台 令到它的实际功能上 也不会因为房间小了而受到影响 来到主人房 会先经过一条宅长的走廊 由于一边是吐翅入口 另一边就做了一排白色大柜 所以比较难挂到画 设计师就在其中一道柜门 造成茶色玻璃 既可以给女户主展示手袋色物 又能够点缀这个全白的位置 房间里面用色浅淡 床背墙上面用上灰色的暗纹墙纸 和合厅设计互相呼应 床上面的大型画作虽然只是黑白色 但已经足够令到简洁单一的空间 增添一份跳脱的感觉 主人房的亮点在吐翅里面 这里原本有一个浴缸 但活主很少滲肉 反而喜欢焗桑拿 所以设计师索性把浴缸 改建成一间桑拿房 希望不会浪费每一个位置 Avi说要在家的单位里 做一个桑拿房 其实在设计上有什么需要考虑 我想最大的考虑是空间够不够 因为香港的空间有限 我们特意做了一个梯级 让它同时都可以坐到两个人 至于在选材方面 我们也要抵受到一个高温 例如木材 我们特意选择芬兰的木材 可以耐热得久一点 以及一些灯色 以至到音响 都需要经过严格的抗温度指标 我们才可以在这个浴缸房里面 另外设计师提省 除了基本铺木材之外 也需要在木材下铺上隔热面 才能更加有效抵抗热力 不会影响长生结构 要令到一间屋有新面貌 不一定要加入花巧的设计 就算只是简单地用上白色 也可以透过其他的配件装置 令到家居充满特色 下一节回来和大家参观一栋 银纳在铜锣湾闹市里面 近90年的旧建筑 当中有什么建筑特色呢 要保留殖民地时其具价值的建筑物 很多时候都会改变它原有用途 这样做既可以保育旧建筑的外场门面 又可以释放土地资源 来满足用地需要 今集介绍的历史建筑 是少有维持原有用途 又将部分空间活化成为博物馆 我们一起进去参观一下 今天的铜锣湾 习商场、商下住宅于一身 虽然高楼大厦临纳 但仍然可以找到一些 有历史价值值得保留的建筑物 铜锣湾以前并不算是一个 商业价值非常高的地方 因为早期殖民地政府会觉得 可能近海的地方的价值会高一点 所以铜锣湾当时 我们看到有很多次次全体 或者一些游乐会性质的机构 都是在铜锣湾这里 譬如我们这里很近 有东华、东苑 有南华体育会等等 其实他们跟我们一样 都是大概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 铜锣湾的 这里名为中座大楼 正米白色的建筑物 就是其中之一 1932年落成 是慈善机构保留局 总局建筑群里面 最早的一栋建筑物 属于二级历史建筑 中座大楼建筑的时候 已经被保留局做一个总部 包括住宿设施 以及我们员工办公的地方 大楼由当时的总理 兼早期华人建筑师 姚德中设计 楼高两层 平面呈衣自营布局 采用了新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 新古典主义其实在当时香港 都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 植民地建筑的一个风格 主要你会看到它很港口对称 而且用了很多古希腊 古罗马的一些美学元素 最明显你会看到我们的元宠 其实它是一个权力的象征 在很多公共的机构里面 其实也会用到的 看一开始的设计图 我们有一本《勸捐元宠》 可以说是一个设计的设计图 看到大底的设计其实很相似 圆顶在建筑物的正中间 原本左右两边对称 但后来因为不够地方用 于是在建筑物的其中一边 加建了新结构 门窗工程有在近排列 上框用了油脂比较重的油木来做 能够承受风吹雨打 正难免简洁质壳 省眼看似是没什么特别 我们外墙其实用了一些 当时流行的上海批档 你看到它好像一条条线没什么特别 其实它模仿了一个堆砌石刻的效果 就像用石砌砌成这样的 这也反映了我们中间 我们用了一个艺术练的建筑风格 就是所谓一个装饰主要的元素 在平平无奇的一个建筑物外表 我们加入了一些 可能多的图形或者线条 令它看得更加丰富 在大楼的顶部 和正缓两边的满柱上 有形状简单的浮雕 不要以为只是普通的装饰 其实极具意义 据说是源自于古罗马时期的标志 名为束盆 通常会在政府机构 或者公共团体建筑上才会看到 这个束盆 顾名思义 就是很多木条 组成一个木棒 所以有一个团结的象征 也是一个古建筑里面 经常用到的元素 这个团结的象征 和也是一个权力的象征 都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局部 其实是我们的同事 上下一心 和香港广大市民一起提供服务 门囊在50年代初加建 具有避雨和避暑的实际功能 为了表达出机构的服务对象是华人 在门囊的支柱上面 就低调地相上石刻对戀 这个中式元素 就算中座大楼的外貌设计西式 看上去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再踏入中座大楼 会发现室内设计风格 和大楼的西式外貌截然不同 虽然贯彻平实作风 没有夸张的装饰 但白色的墙身 双上不少石刻泪暖和石碑 令整个空间 既有中式古式古香的味道 也带出缩严、安静的氛围 我们那里有一些对暖 是有一些很有名的书画家 给我们写的 譬如是神光月、朱雨震 他们全部都是中国历史上 最后一届科举的榜眼和进士 地板和部分墙身铺上了不同颜色的水磨石 令简热的设计增添了一份美感 整栋建筑物的中心位置 是由名关帝厅的河东泰夫人纪念堂 进去之前要先经过一个 没有角柜的悬关空间 同样相有多对的石刻对戀 我们的石刻对戀上 有很多都用到一些中式的吉祥动物 做一个装饰 譬如我们有一个蝙蝠的浮雕 蝙蝠是一个腹的意思 这个其实是在中国的传统里面才有的 所以你会在里面 很有一个强烈的感觉 就是很多中式的元素在里面 空间阶落 有足够的位置举行不同的活动 上上有简单的装饰 例如用花线来关注箱在墙上 历界总理的慈想和石碑 大厅前方安放了关帝 还摆了一张有超过120年历史的 宣之神案 Sally, 这里楼底很高 對,其實這裡是整個中座大樓 裡面樓底最高的地方 又超過五米那麼高 所以你進來是否覺得很通風 很涼爽 對,其實這裡除了是樓底最高的地方 也是最中心的地方 反映到它在我們傳統裡的重要性 我們過往的一些服務 例如領獄、領婚的儀式 都是在這裡舉行的 現在我們每年都會在這裡舉行 關帝彈 中座大樓至今仍然位置著原有的用途 上層被受託管的兒童留宿 下層就繼續是辦公和活動的地方 部分房間用途有變 但整體佈局和設計都大致保留 例如這間房間在1930年代的時候 是幫預備進去住的婚女和兒童 錄取後宮和身世的後信室 現在就變成了博物館的一部分 對, 那個房間也有一個很重要的房間 對, 現在這裡是一個很重要的房間 對, 現在這裡是一個展覽空間 我們做一個上次展覽 其實之前是我們總理開會的地方 在我們站在這個位置 其實有一張很長的桌子 我們總理會圍在這裡開會 而我們身後的房間 其實曾經做過主席室 我們主席會在裡面辦公 裡面曾經有一段時間 安放過關帝的臣座 但為甚麼這裡之後 會改變了用途, 變成博物館 對, 後來總理工作的地方 就搬到我們莊啟城大廈 所以這裡就空了出來 而我們也很想跟公眾分享我們的珍藏 以及分享保囊局的歷史 所以在1998年的時候 我們就正式將這裡 改建成一個展覽廳 就可以跟公眾做更多的分享和宣傳 中西遊合的設計手法 也新延至到中座大樓對出的庭園 除了這座八角樑庭外 還有位於門口的兩座中式牌樓 有別於傳統以木、石、磚等材料 做的牌樓 它是以鋼金運營島建成 再配以中式的琉璃瓦頂和捲尾 中西合璧的設計 不僅畫出了總局的範圍 也成為了街道的焦點 旁邊的圍牆看上去好像一幅竹牆 其實是設計師用了綠色的琉璃瓦 將為難造成竹的模樣 甚至細緻度在竹的樓梨上 有竹葉的浮雕 其實一直以來 武林花園都經歷過不同的翻新、改變 例如1969年的時候 我們曾經有一個翻新 裡面放了很多民間故事元素 蔡宗興修建樂榮橋這個民間故事 而來的 現在的武林花園加入了很多 現代遊樂場的元素 其實到現在的小朋友都很喜歡來這裡玩 以往來到銅鑼灣 大家都是以救物為主 但看過今集之後 大家不妨先和保良局方面約約 欣賞一下這棟建築物的特別之處 正確